为了提升有机农业的多元价值 让民众了解有机农业对生态环境、土地涵养 以及维护国人健康很重要 澎湖一条根合作社太祖堂关怀协会 特别举办了澎湖有机去有机一条根农业产业生态体验活动 继有70人参加 参加的民众已直接走入有机农场 透过农事体验活动 建立消费者健康以及安全农产品的愿景 以强化有机价值 首先在澎湖一条根故事馆参观并参与课程 探索有机以及友善根作 以及澎湖大豆一条根的有机栽培 经济到有农民 有六号名内 资产和让他们买经质回去製作 所以说一种经质 不是像我们说经质经质的 就留下来自己作证 那不一样 背影经济的有犯真的背影经济的 这里面我们有做钢灰剥灰的企业 什么钢灰去有什么剥灰 要以行政策如何 所以说这个你自己看会跳来跳去 我们在护灰的时候也有 什么钢灰有什么没灰 看它的山龙如虎 我们说有的木灰可以在这里 有的大型可以在这里 什么灰有什么灰有什么灰 随后搭乘车来到了白沙乡 小刺坎村模范农民 吕英昭的友善环境 雪翠高丽菜园区 田间石座 以及参观一条根有机农业园区 并实力体验农间农作 以及友善环境的有机维护 讲授有机友善耕作 和富裕的重要性 以及霸规的要点 随后一星人也来到了二侃聚落 以在地有机一条根调配的养生药膳包 以及在地蔬菜及土鸡为材料 遵循礼山倡议为精神准则 邀请养生烹饪老师 陈丽燕指导参加的民众 以DIY方式来推广在地农食教育 我们今天我们一条根合作是 跟朋友圣态主导官 我一起联络举办这个有机农业体验活动 最主要是要让我们民众知道说 这个土地这个不是我们这一代的 我们不应该用化学的荣耀 来残害这个土地 而且利用化学的荣耀 灌溉到荣潭亭里面 那这荣潭亭可以转嫁吃到我们身上来 那我们相对我们把荣耀吃到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大家能够对土地 能够珍爱土地 能够推动友善环境 那让这个土地本上 在有机栽种的情况下 民众可以吃得健康土地又可以得到很好的一种保存跟滋养 四次代代可以永续发展 本县太祖堂关怀协会理事长 谭南芬也表示 让民众了解有机农业对生态环境 土地涵养 以及维护国人健康的重要 有机会直接走入有机农场 透过农事的体验 土地富裕 以及有机食农教育 实境的体验 共同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有机农业 也可以让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生生不息 永续发展 记者王海龙报道